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出口君 虽然说出口君不是很火 人长得也不是很帅 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不停的支持我 在这里是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甚至还有点小伙伴 给我寄来了很多礼物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开箱 看一下小伙伴们 给我送来了哪些礼物 哇 这次好像是一个吃的 蜂蜜蛋糕啊 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 正好我有点饿了 我们来切一点尝一下 感觉非常香非常甜的感觉 它里面是有这个冰淇淋加薪的 这样这个蛋糕吃起来也不是很干 感谢 好的下一个 包装的非常的细心啊 是一个这个罐头 这个应该是一个好兄弟的一个特产 他给我寄过来了 说这个非常好吃 而且当地 只能当地吃到外面都买不到的那种 那我们赶紧来试一下 好紧啊 好紧啊天哪 哎呀 搞了半天我扭的方向是错的 它这个明明飙的是这个 往右边转的呀 好吧 无所谓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罐头啊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罐头啊 好甜啊 感觉有点微微发酵的那种 醇厚的甜味 还不错 感谢 下一个我们来开一个这个大袋子 又不是吃的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你闻到了什么东西啊 干什么 哦 是一个那个外出鞋带的那个笼子啊 把啾啾带出去的那种 哎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 现在啾啾都长大了嘛 在里面有点挤 哦 这个小伙伴肯定是看到我 那个笼子太小了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大一点的 我天哪 哇 这个是太细心了吧 怪不得啾啾 闻着味就过来了 原来这个是他的东西啊 好 装完了 来 啾啾 进来坐牢 嘿嘿嘿 他还是非常喜欢在这里面的啊 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啊 我们的啾啾也是找到了自己 舒适的一个地方 瞪到了眼睛 跟大家问好呢 感谢 好的 上面是两个看起来非常名贵的礼物啊 这个是这个 火腿切片 它这个也是可以开带及时啊 我还没有吃过呢 然后这个盒子 哇 这个盒子看起来非常厉害啊 我已经偷偷的打开来看了一下 这是一 这是两瓶这个葡萄酒 可能小姐姐也是知道我是一个好酒的肥宅啊 真的是怎么好意思呢 让你这么破费 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高端 非常的上档次啊 既然这个酒看起来这么明贵啊 我们今天就不打开了 火腿有好的机会 好的场合 我把它私下的拿出来品尝品尝 好 那我们最后就把这个火腿切片给干掉 它里面就是这个薄薄的一片啊 里面有三片 好像培根一样的啊 这个火腿非常高端啊 而且吃法也有讲究的 它打开之后还要像红酒那样要醒一下 也就是说把它打开之后 我们放到盘子里要等个十分钟 哇 我们的啾啾也是闻到味就过来了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火腿啊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 醒个十分钟吧 好的 那么这个火腿也应该醒好了 我们赶紧来试一下 一口吞上去吧 吃到嘴里感觉非常的油啊 可能是我一下子吞的太多了 然后这个味道呢 有点像我们过年腌制的那个咸肉的味道 而且还带着一点点甜 毕竟这个也挺贵的 感觉味道还是不错的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记得要推荐给我哦 我是兽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